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视频空间 今天给大家更新波罗上传给大家更新的就是面前的奥特曼的玩具 然后因为今天是买了这个新的电池 所以我的奥特曼发光扭蛋呢就已经可以亮灯了 我把这个里面的电池呢都进行了一个替换 好我们现在呢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大家买过这个发光扭蛋的话 这个如果没有电的话你就不用担心 直接把这个电池去这个淘宝网上买一个 这编号是41的 然后买回来之后呢你重新替换一下 这个就可以又样又可以发光了我们的迪迦奥特曼 然后第二弹的这个戴拿和赛文 我也在淘宝网上购买了 期待到货之后呢给大家拍视频 然后初代呢也是重新发光了 非常的炫酷 我觉得初代这个发光的效果是要比迪迦要来的好 因为它本身就比较的不错 整体的一个造型做的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 五路托了吗 初代五路托了吗 亮灯的奥特曼 好 今天呢我还拿出了这个奥特之父和泰鲁奥特曼这一套对决染交 这个对决呢应该算是我没有去给大家介绍的 然后呢贝利亚也是啊 当时的话就是在奥特曼大电影当中 贝利亚呢是被这个扎拉布新人复活 复活之后呢我们的泰鲁奥特曼就前去阻止他 然后当时就是这样对决了一个场景 在奥特之星啊奥特之星上的这个算是牢房里啊 然后这一款贝利亚是没有有这个投损的 因为当时我们的赛罗奥特曼还没有来 然后呢到了这个怪兽牧场呢 我们的这个穿越时空的五路托拉蒙 他也是过来跟我们这个贝利亚进行战斗 当然说他并不是主角 所以也是相继的败下阵来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贝利亚就是跟在奥特光之国啊 就抢等离子火花的时候 我们的奥特之父也是来跟他决斗了 但是这个奥特之父呢是年轻的奥特之父 像奥特之父的17厘米软胶呢 在下一期视频也会去给他更新 面相方面是没有这个胡子 而且脚呢也变得越来越小啊 腰带也没有特别重的一个细节 所以这是当时对决染胶推出的时候 我觉得做的很不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再来变一个奥特弹 欢迎一下当时的一个场景 孟比欧斯呢是执行完任务回到了这个光之国 不是执行完了吧 那执行完之后 结果贝利亚把它给扔到了外太空啊 当时远古还是挺重视孟比欧斯的 但是赛罗完了之后 孟比欧斯就被赛罗的光环给淹没了 然后泰鲁奥特曼 然后泰鲁奥特曼 但是这个国在的做的有点像小Q版了 你看 两个的脸型方面的确看起来很丑 高斯我觉得在这部剧里面没有打酱油啊 为什么没有打酱油呢 不知道为什么 变形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个奥特之母啊 大家可以看 奥特之母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变形啊 油股 油肠特曼 油肠特曼 油肠特曼